四个大小相等的正方形线圈 等数通过均匀指出纸面的磁场 如图所示 此时哪个线圈上会有逆时针的感应电流 如下图 这个B线圈跟C线圈 它的移动过程 它线圈内的磁力线的数目是没有变化的 因此B线圈跟C线圈上面是没有硬电流的 我们再来看A线圈 它是向上移动 所以会造成通过A线圈的磁力线数正在增加 根据冷湿定律 A线圈会产生硬电流 硬电流产生的新磁场 感应新磁场会与原磁场的方向相反 原磁场是垂直出纸面 所以新磁场会垂直入纸面 我们再用右手定则来判断硬电流方向 右手伸出来 大拇指就是它的硬电流的新磁场方向 垂直入纸面 此时四根手指顺势旋转 可以得到硬电流的方向为顺势针方向 最后我们来看D线圈 它是向上移动 我们可以看出通过D线圈 它的磁力线数正在减少 一样根据冷湿定律 通过一个封闭线圈的磁力线数 如果正在减少 它线圈会产生硬电流 硬电流产生的感应新磁场的方向 会以圆磁场的方向相同 那圆磁场是垂直出纸面 所以感应电流的新磁场也会垂直出纸面 我们再用右手定则来判断硬电流方向 将右手伸出来 那么大拇指就会指向硬电流的产生的新磁场方向 就是垂直出纸面方向 大拇指指向垂直出纸面 此时四根手指顺势旋转 就是硬电流方向 那这硬电流方向为逆时针方向 那题目说哪个线圈是逆时针的硬电流方向 所以答案就是株选项